但我也想說 剛剛子明說了一件事 大舊叫人離開 那篇文章 即是獨立媒體 我不是很清楚獨立媒體的運作是怎樣的 他們應該有些特約記者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寫上去的 所以一個媒體 它有沒有編審的 有沒有一個編審的守則是如何的 我很老實說 那篇文章 裡面那個事實的錯誤 我不要說邏輯的錯誤 也不要說它的看法 我純粹是說事實的錯誤 譬如派三 譬如毓文講了兩個小時的事情 譬如我們截籠 又毓文又回頭接受掌聲 這些全部都是錯的 一篇錯誤 劉伯出 說實話 寫一篇長的文章 有些小小事實上的錯誤 大家是可以完結的 但如果有這麼多連續性的事實錯誤 而且全部都是很核心的 全部都是成為人把柄的 那篇文章是否可以繼續在獨立媒體上放 如果是可以的話 如果我現在開一個帳戶 現在就寫一篇文進去說獨立媒體 獨立何在 獨立在哪 然後就說他收了美國CIA錢 和艾爾蓋達錢 是做獨立媒體的 行不行 我很想問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必須問獨立媒體 如果那篇文章的事實錯誤不多 而你不要求他生 或者要求他改 那是不是代表我其他人 可以亂進去寫一篇文章 說他收錢 而你也會先放 是不是這樣 因為你自己要有自覺性 因為獨立媒體連記協 發佈週年報告的時候 都故意提過獨立媒體 並且希望香港傳統的媒體 是會和這個獨立媒體 所代表的新媒體 在未來的 是有一段更緊密的合作 所以你不可以自己小看自己 如果你是獨立媒體 這個媒體只不過是被人負責 其實說真的 你要叫自己做一個媒體 又假裝了journalism 那就不需要了 其實跟高登亂寫是一樣的 不需要假裝這麼厲害 你不要以為蔡元村 你比你厲害 你永世厲害 就放一個Logo上去 就叫是 因為你如果連最基本的事實 我完全不講opinion opinion什麼都可以 你支持鎮壓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事實上完全錯誤 而且是不斷地有很多verifiable sources 證明他所說的都是錯誤 你容然容許那篇文在裡面的話 也就是說 我們隨便可以把人放一篇文 說你獨立媒體 收了CIA錢 收了共產黨錢都可以 是不是先 而且你是不是容許這樣放 先 繼續放 讓人在這裡說 是不是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必須質疑你去審核 一個文章的真確性 裡面內容的真確性的能力 如果你說我沒有辦法審核 因為我資源做不到的話 但是他也有留言的能力 有那麼多人留言說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錯的 而且寫的那個人 自己都說他自己只是看直播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一個行動要做呢 原來沒有的 那我就質疑你獨立媒體 一點都不獨立 我反而就是那篇文要說 獨立再立 這是第一句 完全是不知所謂 第二 那篇文 太多廢話了 都說不到了 例如說我是全信兵 這些都算了 關於那個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他問人民在立 其實人民在立 其實人們用來用去 只有那幾個字 就是說 為什麼我決策不民主 這些所謂的 忽上腦的 一字都不懂 沒有腦 都說不成的 不知道什麼左仔 你不要說左仔 左仔不關這些事的 這個人 就是自以為是的人 就是用這些詞語 其實只是掌握了一個半個 一些其實非常之宏大 但是其實是 你自己完全掌握不了這個概念 什麼民主的決策呢 就肆意將自己其實 對於別人的不滿放大 等於你 我是不喜歡容祖兒的 那麼他缺乏民主的決策 其實是胡亂寫的 他只不過是將自己的不滿投射 是一些很私人 對於一個人的不滿投射 而其實根本不知道 究竟實際上 這個世界 這些所謂什麼民主的決策 有很多內涵的 你現在什麼都不懂 好了 還有他這個人民這個說法 其實就給我的感覺 用容祖兒對 譬如我是容祖兒歌迷 不是容祖兒歌迷的人 不是容祖兒歌迷的人 不是人 其實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那他怎麼質疑呢 他用這樣的詞語 就好像很high 很知道這個實際上 什麼叫正確 一個民主的決策 好了 最主要關鍵的處就是 剛剛子明所說 就是大家叫人走 缺乏一個民主的決策 我很想問 我很想問 如果假設有一個民主的決策 請問是會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在想 好了 是怎樣決策 大家覺得是不是應該留守 是嗎 大家做過投票 大家是不是覺得要留下去 是不是所有人都要留 是的 那個關鍵就是 所有人都要留 重要的是 如果裡面有400人的話 有201人說要留 另外199人就說不留 我告訴你家裡死人了 你都不能走 不用這麼誇張 199人都要留 是不是這樣 我想問是不是這樣 即是說一個人要離開那個權 就是會被你的201人 一個人override 或者所謂那個民主的決策 就是先決策 其實說真的 很老實說 我現在才踢白 我都不說那個理由 就是那個所謂民主的決策 就是因為 為什麼他在說民主的決策 因為你沒有決策 其實就是 你的想法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在大舊那個位置 就說 我是不會跟別人說的 我是不會把那個風險跟別人說的 我是不會叫人走的 我是會繼續 你們要留下去 不如這樣 可以 但是你就說 你就應該要說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不是質疑別人 整件事沒有一個民主的決策 是啊 他為什麼這樣寫 因為他不敢寫出來 我覺得應該留 還要不告訴別人 人家應該留 你一定要留 還不可以告訴別人 你走了 你有風險 你走你自己決定 不應該這樣 應該什麼都不說 你民主不是包括說話的嗎 譬如說話罵人 都是民主的過程 現在大舊不是開水炮 噴人走 他是告訴你 有什麼風險之後 如果你覺得想走 就走 他就請走 他就說 反而這個是沒有民主的決策 而有民主的決策 就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很老實說 就是什麼 就是不告訴別人 是啊 對啦 就當沒有一件事 兩個可能性 要是就是 在一個民主的決策 就是我不告訴別人 有這個風險的 我不會叫人走 要是就是經過了民主的決策之後 少數服從 多數就是少數想走的人想走 都不給走 是的 這個就是我唯一可以想到 所謂民主的決策 這個指控成立的原因 我想問一下 你講得對的 而這兩件事現在是 一直在發生著的 第一個就是如果大部分的人 都或者是比較兇的那些 叫你不要走 而你走的話 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是的 某一個組織是這樣做的 所以越整越縮 第二個就是 完全不提有得走 這個可能 就是另外一些 其實那些就是野貓式 散兵游泳那些 這個我不討論他們的情況 正正是這件事情 所謂你所說的民主的決策 現在可以唯一得出來的可能性 正正是反駁回那篇文的整個premise 就是人民在立 你就是現在我們這個做法 就是我們告訴你 每一個人一個個體 他們清楚知道自己的風險在哪裡 你們決定走 就走 這個才是尊重人民的原因 是的 而你所謂經過一個民主的決策 而我不知道是什麼來 而唯一我想到就是 剛才所說的那些 就是希望別人不走 either在不清楚的風險的情況之下走 或者用多數和小數的方法 令人不要走 兩個可能性 這兩個東西 才是最不尊重 當晚遊行留守的人民 這些人 寫一篇這樣的文章出來 你自己有沒有想清楚自己在說什麼 這樣叫做沒有尊重人民 當我們把風險給他聽的話 他們自己決定了走 你有什麼資格 說自己決定走的人 不是人 他不是人民 他自己決定了走 為什麼他不是人民 為什麼他不是人民 反而他自己走了 是的 最離譜的 我一定要開名 這個人叫葉浩義 阿橙 我告訴你 你自己走了 你沒有被人拘捕 還在罵大革和毓民 你算是什麼 你有什麼資格罵人 你是不是想說 你自己走出來做決定 你可以不滿意大革的決定 但是你現在沒有被人拘捕 你已經沒有這個資格 第二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自己搞了對人出來 還要大大聲說 我的決策 就是不會走的 而且這個就叫做民主的決策 這個就是我們會走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走來搞我們 如果你自己也不肯留守 就走來說別人 為什麼叫別人走 我麻煩你省一點 你這些人就是 一句就是這篇文章的文章 人民在立 這樣就非常生氣 但是呢 重點就是在這裡 必須我們要講清楚 為什麼要這麼做 對不起Sam 今天可能沒時間可以接到你的電話 就是呢 反而我們這個做法 我們要一直就是希望 越來越多人肯參與這個運動 是 這個運動呢 我們什麼叫做 最有堅實的後盾呢 就是當 如果去到一個最關鍵的時刻 當時的領導人 和在場的人說 你們如果有任何考慮 有任何什麼都好 你自己決定 說你想走的 你就走 沒有人肯走 你叫他走都不肯走 那時候 就是開花的時候了 對了 我們只可以說 今時今刻 未去到那個時候 但是我們的目標 一定在那裡 而 我們會接受 去到那一天的目標 是有個過程的 這些不是你自己 你心急可以心急得來 又或者硬逼可以逼得來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事情 那麼 Whitehead說我過了火位 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過了火位 我覺得非常之 我自己的立場非常之正確 和中肯 說真的 如果你可以討論我 你也可以說一下 我覺得整個大塊 就是 告訴別人 如果你想離開 你就離開 這個決定是100%正確 我看不到任何可以被人反駁 被人駁斥的可能性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自己說一下 如果我開人名字 原因 你們所有這個社運 社會運動 那些人 所有社運界的人 基本上 你經常以為自己正義 這幫人 全部都是其實 我覺得和那個朋友 就覺得那個人對 全部都是這樣的人 你只寫得出這篇 其實很多東西 都擺明是沒有良心的 還有 你見到哪些人 在Facebook轉載 這一篇這麼沒有良心的話 的人 你看看他回答什麼 你就知道這幫人 所謂 他自己正在做一些良心事 良心犯 關注 全部都是假的 有一個最 這個要開名 這個 我就不想拿到他這麼厲害 我希望你回頭 我叫做黎欣浩 他居然 他沒有寫出來 是很嚴重 我覺得很嚴重 他說他跟每一個參加抗爭者 他跟每一個抗爭者 自己決定 究竟應不應該留守 自己決定自己行動 這個會是法西斯 就是你們這些人 你們這些社運界的人 希望透過 經常想逼人留守 不說這個風險給人聽 又透過什麼民主的政策 民主的決策 令到越來越多人留守 這些才叫做法西斯 我告訴你 不要以為別人不聽你說的 別人是壞人 第二件事就是 你這些社運界 這些人全部沒有私下行歷錄 也就是讀書 一點都不夠 告訴你 所以玉敏說 如果你讀了幾前書 你講得很對 這些人基本上 他以為自己支持一個正確的course 正確的抗爭 就自動成為一個正確的人 很可惜是兩件不關系的事情 你支持一個正確的course 是一樣的 但是你的判斷 你的分析可以完全錯了 以及手段 這些人就是全部都是錯了 就是這麼多 喂 我很失望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聽到我很失望 你知道我就是 那個人很傻的 我聽到佛西斯這三個字 我覺得很失望 他沒有的 他沒有正面寫出來的 但這個就是明顯的 我可以告訴你 他就是這樣寫 我希望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看到你上去 就是告訴你 你這樣的想法 對不起 其實你們是很小的 我也不想這樣說 整天說人小的 其實是沒有point的 但是我看到 那個客觀的結論就是 你們這些人 全部想不清楚 就是全部因為你小的 如果不是因為你小的 我說你小的原因 已經是比觸面 如果不是說你小的 那你就是一個 一個交道不得了的人 那這個就是 我起碼對那件事情 其中一點 就是一個很激動的看法 所以就要用了 第三節本來聽聽眾電話的時間 去講一講 還有很多看法 不過很多節目都會一直講 大家可以一直聽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最後一首歌 也是法文歌 那就是 容祖儀 容祖儀 就是很早很早 不知道第一支 第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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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而覺得它挺好聽 就是 《這分鐘更愛你》 原唱是Celine Dion 這首歌是Ce Sufi Se De Me 即是 他都會唱佛文歌 是的 這就是我們在節目完結之後的一首歌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城市再論壇 拜拜